与我交往了七年的女友劈腿了,她在我受伤期间与她的白月光订婚了,可笑的是我受伤是因为帮她争取出过留学的名额,劳累过度,被车撞伤的,我问她,我们七年的感情难道比不上他们的两年吗? 她只是冷漠地看着我,于白,她是年少出现在我心头的月亮,你一辈子也替代不了她,她站在那里就赢了,没有人会一直在原地,瞧完影,这一次我不会再回头了,师父,麻烦再开快一点。 我忍着额头传来的阵痛,焦急地向司机说着,用力咽下喉咙里传来的恶心感。 我一遍遍刷着同事给我发来的照片,那是一对年轻男女的订婚照,两人相识一笑,如果新娘不是我,交往了七年的女友,这张照片我会觉得十分唯美,我死死攥着手机,真可笑啊。 女朋友订婚还是从陈锋告诉我的,于白,瞧完影不是在和你交往吗?怎么就和别人订婚了?你们这在搞什么? 陈锋是唯一一个知道我和乔婉影地下恋情的人,此刻我也觉得可笑,女朋友订婚了,新郎却不是我,我打开微信,静静地看着上面乔婉影发给我的消息,宝宝,我今天有点忙来不了医院了。 你自己好好吃饭,不要到处乱跑,原来所谓的忙,是忙着跟别人订婚啊,我缓慢地走进花园,门口那大大的订婚海报刺痛了我的双眼,身上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, 我还是不想去相信我和乔婉影在一起的七年会书,他会不会想起我,想起我们之间的回忆,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,毕竟,海报上那个男人是乔婉影心头的白月光啊,我轻轻地推开了大门,看见了站在聚光灯下的乔婉影,他穿着洁白的婚纱站在那里,是那天我们去婚纱电视穿的那件宝宝。 你看我穿这件好看吗?乔婉影站在镜子前转着身子兴奋地问我,我点点头,旁边的导购殷勤地说着,这套婚纱非常适合这位小姐呢,你们结婚她一定是最美的新娘子。 听到这话,乔婉影愣愣地呆住了,善善地放下了手里的婚纱,低声说着,我们不打算结婚的,导购有些尴尬地看着我们。 我强压下心头的顿痛感,挤出一个笑容说道,嗯,我们是不婚主义者,其实,导购说出那句话时,我是希望乔婉影能回答对的,哪怕这只是个场面话。 但她没有,她避开了我的目光,交往前,乔婉影就说过,她是不婚主义者。 我没有在意,反正我会陪着她一起走过余生,时间会是我们最好的见证者,我总有一天会融化这块冰。 但在之后,我偶然翻到她与杨逸宁的聊天记录时,杨逸宁询问着她,听说你是不婚主义者。 她回答她,不婚是分人的,遇上喜欢的,即使是害怕婚姻,也会心甘情愿为了能与她在一起而结婚。 那婚姻对我来说,就不是痛苦,而是甜蜜,那一瞬间,我感觉心脏像是被戳了几个窟窿一样,嗖嗖地往里灌着冷风,那是我麻木地看着手机,原来乔婉影不是不想结婚。 只是不希望跟我结婚而已,我悄悄地进来了,没有惊动任何人,我看着台上乔婉影身披婚纱的样子,那是我们之前一起去婚纱店挑的那件,可惜我却是以旁观者的身份看到了, VCR上播放着乔婉影与杨逸宁从相遇到相识,再到相恋的过程,看着视频里乔婉影青色的面孔,一眨不眨的盯着身边的男孩,和她在一起七年,我从没看到过乔婉影这样的眼神,她总是冷淡的,即便是动情也是克制的, 但是现在照片里的她眼底的爱意不佳掩饰,所有人都知道她们的爱情。 为她们祝福,她从来不宣扬我们在一起的事实,在公司所有人看来,她只是我的上司而已,而现在她却大张旗鼓地宣告着她们在一起的事实,滚烫的泪水止不住地落下,我用力用袖子擦着,伤口被蹭开了鞋, 但是,乔婉影似乎注意到了我,慌乱地朝我走来,拉住我的手臂,就向外走,我看着一院子的薔薇, 淒淒地笑着,乔婉影,你又忘了我对薔薇花过敏,乔婉影皱着眉头质问我, 于白,我不是让你在医院休息着吗?你怎么还到处乱跑? 我麻木地看着她,半晌笑着说道,如果我不来,我是不是就像个傻子一样,不知道你们今天订婚,被你们蒙在鼓里,知道你们结婚的时候我就像小丑一样被你们耻笑。 乔婉影慌乱地拉住我的手,于白,不是你想的那样的,阿婉,原来你在这里啊,宾客都等急了, 杨一鸣跑了过来,亲密地挽着乔婉影的手臂,凑在他耳边说了什么, 二人做事就要离开,我拉住乔婉影的手腕,定定地看着她,你想好了吗?你走了,我们就彻底结束了,但乔婉影只是扶开我的手道,阿白。 我之后再跟你解释,我现在还有重要的事要做,我看见杨一鸣朝我看来,恶劣地扯出一个笑,示威似地摇着他们镶嵌的手。 在我和杨一鸣之间,他还是选择了杨一鸣,正如五年前那场地震一样,我依旧被他抛弃,大概就像他之前说的那样,杨一鸣光是站在那里就赢了,乔婉影, 这一次我不等你了,刺骨的寒风抽打着我,我浑浑噩噩地走在街头,我明白我和乔婉影彻底结束了,我其实并不知道乔婉影和杨一鸣在一起过, 直到后来,我才意识到当初和乔婉影在一起的那天,是杨一鸣抛下他出国,和我在一起,不过是他赌气的产物罢了,那次我们部门聚会的时候,我就应该发现他们的不寻常啊。 那天我们聚会,我带了乔婉影,想借此公开我们在一起的消息,刚一进门,乔婉影就愣在原地,呆呆地看着前方,顺着他的目光,我看见了新来的同事,我的学弟,杨一鸣,他淡然地招呼着我们过去,乔婉影意识到了什么,板起脸坐在了他的对角线,吃饭时,他什么话都不说,一个劲地给我夹菜。 我以为他是示意,我可以公开了,我激动地站起声大声说着,各位,我有件事宣布,我稀计地看着乔婉影,但他只是漠然地低下头,朝我白白手,我的一颗心如坠谷底。 姜硬地蜷缩起手指,在众人不解的目光中,甘笑地说了几句话,回去的路上,乔婉影抱住我说道,小白,我不是不想公开,只是我觉得太早了,而且办公室恋情终归不太好,苦涩蔓延了整个心脏,但看着乔婉影自责的模样, 我还是笑了笑,捏住他的脸,假装无事发生,傍晚我拿他手机看电影时,正巧看见他添加了杨逸宁,我好奇地问了乔婉影一嘴,他只是平静地打趣着我,小白,你不会吃醋了吧? 那我就把他给删了,我以为他们之后没有联系,直到我某天像往常一样打开他的手机,帮他传输文件,我才发现他的手机密码,不知道什么时候换了,不再是我们的纪念日,我尝试地输入我俩的生日,但都显示不正确,突然,一条消息谈了出来,小绵羊,婉影,明天一起吃饭啊, 正当我感到疑惑时,乔婉影出来了,看到我拿着他的手机,赶忙冲过来劈走手机,不满地看着我,你干嘛看我的手机,能不能给我点隐私啊? 随后似乎意识到语气太重,赶忙软和态度解释道,小白,我是最近工作压力太大,有点上火。 而且,手机里还好多文件,怕你不小心弄错,说完他还指着那对话框,牵起我的手安慰道,这就是我一个同事。 平常我俩就一起吃吃饭,没别的,我艰难地咽下苦涩的口水,沙哑地问道,那,你密码怎么改了? 我看见乔婉影的脸僵了僵,皱起了眉,随口敷衍着,就突然想换了呗,随后声量越提越高。 余白,你能不能别整天看我的手机疑神疑鬼地跟个怨妇一样? 看我还想说什么,他不耐烦地大吼着,密码是0423,行了吧? 随后用力摔着门离开,心脏仿佛被泡在了醋里,酸酸胀胀的,身为组长。 我知道杨一鸣的生日正是4月23号,我裹紧身上的被子,仿佛这样就能抵挡住心里吹来的寒风,那时的我我内心还在为了乔婉影狡辩着,说不定就是意外呢,刚好密码和他生日对应了。 我慢慢走回了之前与乔婉影合租的房子,这是我和乔婉影一起居住的地方,也是我软磨硬泡着住进来的,乔婉影并没有把东西搬走。 我简单地收拾了下自己的东西,其实也没什么,只有几件衣服和物品,我慢慢地从背包里找出一本卡册,那里边记录着我和乔婉影的恋爱经历,翻看着照片, 我能感觉到乔婉影在慢慢地喜欢我。 大学刚毕业那回,我几乎没日没夜地工作,只希望能赶上乔婉影的脚步,疲劳过度导致晚上开车时,并没有注意到前方加速行驶而来的汽车,我被撞得一条腿骨折,乔婉影在得知我受伤之后立马赶了过来,我不敢看她的脸,自责地说着, 对不起,害你推了会议赶过来,但乔婉影只是一把搂住我,我能感觉到她在微微颤抖,冰凉的液体滴落在后颈的衣服上,乔婉影一口咬在我肩头上,我感受到了她的不安,缓缓拍打着她的后背,你是笨蛋吗? 这么拼做什么?乔婉影哭着说道,你知不知道我听见你撞车的消息时,几乎快心脏骤停了,我要的从来不是什么财富地位,我要的是你平平安安地活着,陪我度过往后的几十年。 在我打着石膏的那一个月,乔婉影忙前忙后贴身照顾着我,每天都给我补鸡汤,我无奈地跟她说不用这样,请个护工照顾我就好了,但她没答应,我看着她这几日不停地在医院公司两头跑而熬瘦的身体,眼下的黑眼圈连遮瑕都没完全遮住,我让她别给我守夜了。 回去睡个觉,我自己可以照料好自己,但乔婉影摇着我的手,强硬地让我躺回病床上,哽咽地说着你知不知道我很害怕再次失去你。 我感觉一闭眼就是你车瘦的景象,我不敢想,我真的很害怕,我看出了乔婉影内心的不安,没有再说让她回去的话了,只是努力在一些能做的地方上帮帮她。 我看着累得睡在我病床旁的女友,忍不住拿出手机,拍下了她睡着的侧脸,之后她无数次抗议让我删掉,说这张太丑了,可是在我看来,她是最美的。 我永远忘不掉那时她流着泪,一脸紧张陪伴我的样子,我看着窗户外高楼林立的景象,七彩的灯光照在我的脸上,我抹扎着乔婉影的手心,暗暗发誓一定要给她一个假。 泪水缓缓滴落在那本书上,本想年底向她求婚,戒指都订好了,可是用不上了,我合上了卡册,将整理好的资料发了乔婉影,之后就将她删除拉黑了,看着那五万三千六百多条信息,那是这几年的聊天,诉说着对彼此的思念,我没有犹豫,将那些信息统统删掉,过去如珠寺宝的东西。 有天也会发烂发臭,更何况人家都订婚了,我也早该死心了,我将出租屋的钥匙留下,清理起了这个家,直至将我存在的最后一点痕迹消除,我知道我和乔婉影这场爱情长跑彻底结束了。 我向老板提出了辞职,我想休息一段时间,这几年高强度的工作,让我身体吃不消了,刚好也能逃避,一下乔婉影。 从认识到恋爱,我们经历了八年,哪是那么容易,就放下的,但我必须要将乔婉影这三个字,从我心底里抛去,这就像癌症一样,我得让他扩散前治疗好,这个过程很疼很漫长,但是总比彻底扩散后,痛苦卑微好些。 从公司离开后,我茫然地站在楼下,在这个城市打拼了这么多年,这一刻,我竟不知道我还能去哪里,这时,我想到了在乡下我父母去世前还给我留了一套房子。 我决定回去,在那里疗愈我受伤的心灵,我离开的消息并没有告诉任何人,但我刷到了杨一鸣发的朋友圈,不小心擦破皮了,未婚妻一脸紧张地忙前忙后,真是,你这样会把我宠坏呢? 未婚妻亲手折的52颗爱心,让我看看哪个小朋友没有未婚妻的爱心,我看着照片里乔婉影生动的表情, 这是过去几年里我不曾做到的,我遥遥地望向天空,人的一生会遇见许多人,但唯有第一个,是在心底落下深深痕迹,永远无法忘怀的,就像我不管陪伴在乔婉影身边多少年,经历过多少事,也比不上杨一鸣他们的三年。 我推开了陈旧的大门,在那里开始了我的农田生活,乡下的日子很忙碌,我不断修起着房屋,把院子里的杂草,一切都非常忙,忙到我忘记了悲痛,忘记去思念乔婉影。 在那里,我认识了住在我隔壁民宿的老板娘,那时,我刚挖出父母过去酿的酒,出于礼貌,我给他带了一罐,一来二去,我们也就熟悉了。 他告诉我他叫沈昭,一名艺术家,来这里写生,我们聊了很多,从兴趣爱好,再到讨厌的东西,我惊讶地发现,我们竟然这么相投,我们开始相约一起爬山,一起种地。 沈昭像一束阳光一样,射入了我的心灵,我开始慢慢享受起,在农村的宁静,放慢的生活让我注意到了平时忽略的细节,在此期间,杨逸宁却是忽然找上了我。 雨哥,你跟婉影谈过吧,他冷淡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,我哽了哽,杨逸宁懒洋洋地继续说着,你以后别再找婉影了,他不爱你,跟你在一起,不过是在怨我不告而别出国了。 现在我回来了,你这个临时的配角也该退下了,而且乔婉影更在意谁,五年前你不应该早就知道了吗?腿边的拳头不断钻紧。 我感到一阵难堪,他的话语恶狠狠地揭开了那段我所逃避的记忆,那次是乔婉影第一次主动带我去澳大利亚旅游,后来我才发现他之所以带我去那儿,是知道了杨逸宁在那里学习设计,带我过去只是为了报复他。 但那时候我真心实意地高兴了好久,我们到旅馆时,正巧碰见了杨逸宁一行人,中间的杨逸宁一头浅金发,在阳光下显得格外高贵,我注意到乔婉影直勾勾地盯着他们,我不禁有点自卑,我并没有他们那么帅气,长年的工作让我显出几分疲态。 乔婉影抓住我的手,静止朝他们走去,尖锐的指尖插进了我的肉里,我有些吃痛,但乔婉影只是与杨逸宁擦肩而过,却浅浅地瞟了她一眼,回到房间她才如梦初醒似的放开我的手看,我注意到我的手里手上出现了几个浅浅的血痕,之后一整天她都心不在焉的,我以为她是有些水土不服, 便让她先回去了,独自游玩时,一个男人找上了我,你是鱼白,一个面向凶狠的男人看着我,我有些迟疑地点点头,就是你抢了杨的女友,还甜不知耻地来到她面前炫耀,我有些疑惑。 并不想离开,可她却不依不饶地继续说着,你知不知道杨有抑郁症,你还这么做,她会死的。 说吧,她就牵住我的手要拉我走,我愤怒地拍打着她,她只是将一张照片递给了我,我认不出照片上那个笑容灿烂的女孩是我的女友。 而她正和一个男生亲密地靠在一起,我并没在意,乔婉颖早就告诉过我她有个前男友,她认真地举起手说着,我早就不爱她了,对我而言,我专注的只有你。 看着我半晌,男人忽然笑了道,你要不要自己去看下你的女友现在在干什么,虽然我告诉自己,乔婉颖不可能做出对不起我的事情,但我还是隐隐感到不安。 杨毅颖,你不要再来找我了,我已经有男友了,我不信,婉颖,你一定是还在生我的气,对不对? 乔婉颖沉默了片刻,缓缓张口道,不,我确实是喜欢她的,我有些欣喜,内心的快乐止不住地要溢出来。 我想过去抱住她,告诉她,我也很爱她,一年比一年甚,不可能。 你难道忘记我,不爱我了吗? 乔婉颖,你还是爱我的,你一说谎就喜欢摸耳朵,这是只有我知道,但你怎么可以喜欢上别人,你忘记了你当初承诺的一辈子只爱我一个人吗? 我呆呆地站在拐角,看着那个金发青年用力地抓着她的手臂,在上面不断划出血痕,乔婉颖着急地拉开她的手,用力地吻了上去,一遍遍地安慰她,我感觉浑身的血液都被冰冻住了,像个木偶一样无法动弹。 只能看着这一幕,晚上,乔婉颖回来时,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,只好假装自己睡着了,她站在床边看着我,半晌,才轻轻地说了句对不起,泪水顺着眼角滑下,为什么? 如果感到对不起,不应该推开她吗?为什么要亲上去,正当我烦闷时,一阵剧烈的摇晃惊醒了我? 我意识到地震了,我惊恐地摇醒乔婉颖,拉着她就往外跑,但为了让她躲开一块她下来的石块,我不幸扭到了脚踝,乔婉颖含着泪水,用力地拉着我想带我一起跑出去,我用力推开了她,让她赶紧跑到外面找人帮忙,看着她远去的背影,我才长舒一口气,思考该怎么办,万幸的是, 我躲在了一张桌子下面,并没有死,但我也被困住,还遇见了一个人,杨逸宁也躲藏在这里,黑漆漆的环境里,我看不见她的面容,但这不影响她想和我说话,你是婉颖的新男友吧? 自我介绍下,我叫陆一宁,婉颖的初恋 我并不想理她,只是不断摸索着出去的路,婉颖对你很好吧,毕竟她是一个温柔的人,即使不爱你,为了责任也会体贴你,我感到一阵愤怒,不满地开口,不过是个前男友,有什么好嘚瑟的,在友情部也是分了, 她被噎了一下,冷哼一声自顾自地继续说着,你觉得婉颖对你是好的吗?那根本比不上她从前对我的万分之一,她会在我孤单时带我到树丛里去捉营火虫,带着我去看海,让我体验赶海的快乐,为了我去拍大头贴,她那么不喜欢拍照的一个人,为了我改变了许多 她不爱喝可乐,但因为我喜欢每次都买两瓶,陪着我喝,我压力大时,拉我到操场上,唱着我喜欢的歌,明明在跑调,却依旧那么淡定,我有些哽咽,这些是我从没看到过的乔婉影,在我面前她是平淡冷漠的,不喜欢的事绝对不肯做,就连拍照我也只能偷偷拍,我有些明白了。 对喜欢的人爱是退让,是改变,只有对待不爱的人,才可以冷漠又疏离,无论走得多近,始终存在隔阂,你知道她有个歌单吗?叫小绵羊的睡眠曲,那里面存放着我最喜欢的歌。 她总是会细心地将我的东西分类好,心像是被插进了一把钝刀,鲜血止不住地留下,我不愿再听,我无法否定它,因为乔婉影确实保存着那个歌单,不知道过了多久,我感觉我的体温不断流失着,大脑渐渐发昏,只能浑浑噩噩地抱着身体抖动着, 我有些庆幸,乔婉影跑了出去,这时,我却听见了乔婉影的声音,于白。 于白,你在哪儿呀? 我艰难地扯着嗓子沙哑地回应着,突然杨逸宁在旁边轻声说着,要不要试下婉影更爱谁吧? 说完,他便痛苦地带着哭腔换道,婉影。 救我,我好难受,救救我。 我听见有很多人不断朝这边赶来,但我的眼皮已经昏昏沉沉地,隐约中,我看见一只素白的手臂伸向了杨逸宁, 那只手臂上还带着我去寺庙求取的手串,我不记得最后是谁就起了我,只知道当我睁开眼时,乔婉影红着眼睛在我的床前,看着他凌乱的头发,肮脏的衣服。 我俩默契地没有去提在地底下的事,但我却刷到了一则公众号,澳大利亚地震中可歌可泣的爱情。 配图是乔婉影和杨逸宁,我淡笑着将这些埋藏在心底。 但我忘了,埋藏久了,伤口是会腐烂的,就像现在这样,我感受着胸腔内的顿痛。 我为过去的自己感到可怜,为什么要这么卑微地爱着一个人,我不是见得慌,我的感情也不是见得,乔婉影配不上我的爱,我用锋利的刀子一点点地将那溃烂的伤口从心底挖出,很痛,但这必须做,是啊,他在乎的是你。 那你又为什么跑到我面前呢,是没有安全感吗?你口口声声说,乔婉影爱你,那你怎么会这么不安啊? 我可怜地看着他,他愤怒地推开杯子吼道,我只是来提醒你别太不要脸,再来插足我和婉影的感情,我早就不爱他了。 他陪你正好啊,垃圾就应该装进垃圾箱里,我起身拍了拍他的肩膀,那就祝你们百年好和了,身后杨毅宁愤怒地发出骂声,不过都与我无关了,我醉醺醺地回到我的小房子里,沈昭看见了我赶忙过来扶着我坐下,我哭着坐在椅子上,痛说着过去的我怎么那么贱,尚感着当备胎, 人家背地里怎么笑我的都不知道,也痛恨过去,我喜欢的乔婉影再也回不来了,沈昭没有出声,安静地倾听着我的话语,我不知道说了多久,才停下来迷茫地问沈昭,你说 我是不是天生就不讨人喜欢啊,我嘴笨,做事又古板无趣,上学时我就自己一个人,父母走后,也没人再爱我了,那时我遇见了乔婉影,他帮助我挺过了那段时间,我也发现他很善良,很热心,后来我们在一起了, 但现在,他却背叛了我,泪水像水龙头一样不断移出,沈昭轻轻地抱住了我,安慰道, 于白,你比所有人都值得被爱,你可能没有认出我,我是你的高中同学沈宇,我有些错愕,沈宇是我们班很孤僻的一个女孩子, 可现在这个沈昭却是如阳光一样灿烂,那时候,我因为肥胖被同学嘲笑,性子又孤僻没朋友,我以为我的人生就是一团灰,不断地被雨淋着,直到我遇见你,那次我再次被欺负时,你冲出来保护了我, 你蹲下身子,摸着我的头,安慰着我说,胖胖的也很可爱,那是第一次有人夸我,我的目光开始注视着你,我看见你会喂养流浪猫,去疗养院帮助老人,不断给予这身边人能量,我开始努力学习,减肥,我想追上你,站到你的面前告诉你,我喜欢你,喜欢了很久很久,但在大学时,你交往了, 透过你的眼睛,我知道你真的很爱那个女孩,我选择了不打扰,沈昭长舒了一口气,坚定地说道,但现在你分手了,我可以继续追你吗,于白 我错愕地看着她,一种黏匿的氛围在我们身边环绕着,趁我不注意,沈昭亲了一口我的脸颊,俏皮地说着,那么请多指教了,男朋友, 我们就这样稀里糊涂的确定了恋爱关系,可我并没有感觉不舒服,和沈昭在一起很快乐,陪着他看日出,画画,仲彩,一切都那么合想,抽空我去镇上重新买了手机,之前那步不小心掉水里坏掉了, 不过因为忙一直没去补办,重新打开后,我发现,陈锋给我发了许多条语音和电话,我重新拨打了他的电话,但没人接 我只好点开语音,于哥,弄错了,嫂子没跟人订婚是误会,是那杨一鸣骗嫂子说,她得了癌症,活不了多久,希望嫂子在她死前跟她盯次婚,于哥,你不会还在生气吧,于哥,乔姐,已经杨一鸣吵掰了,你快回来吧,于哥,你在哪啊,乔姐,找你找得快发疯了,你看到回个电话啊。 我愣愣地听着这一切,这时陈锋的电话打了过来,我的哥啊,你怎么才接电话,乔姐快把全程翻了个遍了,你现在是不是在那乡下啊,我恩了一声。 哎呦,嫂子跑去那找你了,估计快到了,你们赶紧把话说开和好吧,还没等我说明我俩已经分手时,那边便挂了电话,我无奈地叹了口气, 拿起给沈昭买的颜料慢慢地往家的方向走,远远地我便看见了乔婉颖,他瘦了很多,眼睛红彤彤的,似乎几天没睡过觉了,原本光亮的头发也格外地粗糙,衣服也都是褶皱,他沙哑着嗓子看着我, 小白,你,你还好吗,我很想你,他的眼泪扑速速地就掉了下来,我以为我会心疼,但没有,我摸了摸胸腔,只有平静。 还有一点被打扰不能回家的烦闷感,我叹了口气道,你来我这干什么啊,乔婉颖慌张地跑过来,想要拉住我的手,但我退后一步躲开了他,他无错地站在那里说道,小白,对不起,是我错了, 但那些都是误会,我可以解释的,我和杨一鸣没有什么的,我,我只是被他骗了,说完他稀奇地看向我,觉得我们会像以前一样和好,但我只是平淡地看了他一眼道,我知道了,你可以离开了吗,我要回家了,小白,你还在生气吗,乔婉颖有些不耐了,我都说了,这都是误会,你气也生那么久了。 乖,跟我回去吧,别任性了,我也烦了,直接了当地告诉他,首先,我没有生气,其次,我们已经分手了,你的事我也不想再听了,最后,我已经有女朋友了,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们了,乔婉颖不可置信地看着我,惊慌失措地说着,不可能的,你在说谎对不对? 你明明说好了,爱我一辈子的,你不可以失言,我不想再理他,丢下一句话,没有人会一直在原地等你,我被你抛下了多少次,失望攒够了,我也就离开了,怎么会不可能的,乔婉颖死死抓着我的手腕? 你说你有女朋友了,她在哪儿啊?你果然是在骗我的余白,我正开她,刚想怒骂,就看见沈昭背着画板向我跑来,我冲过去抱住了她,牵着她的手,在乔婉颖眼前晃了晃,看见了吧? 这是我的女朋友,希望你不要再来了,乔婉颖是失魂落魄地离开的,晚上陈锋打电话来找我,兄弟,你真跟乔婉颖分手了。 我淡淡地恩了一声,笑着看向那边洗菜的沈昭,那挺好,你等啥时候结婚啊? 快了,我妈撒着口袋里的戒指盒,自从辞职后,我之前买的几只股票,价格上涨。 我也通过网络直播有了些钱,鱼哥,我跟你说,杨逸宁那小子被辞退了,天天在公司嘚瑟,事情不做,天天去找乔婉颖,这下好了,乔婉颖都不管她了,这些已经和我没关系了,我向沈昭求婚了, 此时正在忙碌地准备婚礼工作,一个电话就打了过来,鱼哥,你上热搜了。 我急忙打开热搜一看,痴情女友挽回伴侣,乔婉颖在微博上发布了我和她恋爱的点点滴滴,末聊写道,我曾经年少不懂事,总以为她会等我,但现在我知道我错了,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? 之前是你朝我走来,这一次还我向你走去,于白,帖子下面不少人说好磕,美女姐姐都落泪了,就原谅她吧,谁还没有犯过错呢,年少冲动而已,况且人也是被白月光骗了而已啊,下面已经有不少人扒到了我的信息, 我怒不可遏地打给乔婉颖,乔婉颖,你到底想要怎么样,我们已经分手了,你这是在骚扰我的生活。 电话那头乔婉颖轻轻地说道,我们见一面吧,于白,明天早上十点海城大学门口,我知道你来这了,不要失约,她顿了顿。 我爱你,小白,这是我们之前约定好的挂断电话前要对对方说声,我爱你。 但当时乔婉颖说什么都不愿意,觉得太幼稚了,现在,却摆出这样一副样子,脱离这段感情出来,我才看清乔婉颖不是不爱我,只是更喜欢享受我满心满眼都是她的感觉,看着我讨好她,只是偶尔给我一点回应,现在我不受她控制了,她就慌乱了,这段感情从一开始跟就烂了,不是心甘情愿的, 怎么会长久,我把乔婉颖邀我见面的消息告诉了沈昭,她笑着抱住我道,去吧,你们的事也总该做个了断,我如约见到了乔婉颖,她穿着我们初见时的那件衣服。 站在阳光底下,笑着朝我挥手,我刚想质问她在干什么,还没开口,她便先说道,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呢,那时你还特别青涩,见到我连话都讲不全,我并没有接她的话,沉默地站在一边,乔婉颖也不觉得尴尬自顾自地说着, 后来你向我表白,你觉得我是因为生气才答应你的对吗?其实不是的,我其实早就想了很久,我早就喜欢上你了。 杨毅宁那是个意外,我本来没打算和她有交集的,但那天她哭着在我身边,告诉我她要死了,我有一瞬间是慌张的。 她笑了笑,毕竟是年少的初恋啊,她希望我能陪她演场戏,订完婚,她就彻底离开我,我没告诉你,就是怕你难过,但你还是来了,我以为那次争吵,只是你闹别扭,我本来想好好跟你回去解释的,但我回到家,只看到你发给我分手的短信,还有家钥匙,有那么一瞬,我想抛下一切去找你。 但那时候,公司来了个大项目,我只能出国,等我回来,又被杨毅宁绊住,当我再去找你时,没有一个人知道你的消息,那几天我快疯了,不停地绕着城市找你。 我这才发现,我错过了多少美好,小白,我已经知道错了,你说,你想结婚,那我们就结,你想要回去悠哉过日子,那我们就一起回去, 你想要什么,我都答应你,我只求求你,跟我重新在一起吧,我不能没有你,我冷漠地看着他,冷声说道,这些不过是你的自我感动罢了,如果你真的爱我,就不应该来打扰我的新生活。 爱我就不会让我看着你和杨毅宁越来越靠近,不会频繁与杨毅宁联系,就像你说的,白月光光室站在那就赢了,但当你触碰到月光, 却发现,那不光是静花水月,你才想起来我,乔婉宁,你爱的是你自己。 我不再理会,他转身离开,我请了律师,将这件事告上了法庭,面对我的证据,乔婉宁只能将那些撤回。 并公开向我道歉,我和沈钊的婚礼顺利地进行着,在宴席我看见了乔婉宁,但他只是安静地坐在那看着我,我也就没有再管他了,我和沈钊将民宿越开越大,还有了一个女儿,一切都向美好的方向发展着,偶尔也会听到乔婉宁和杨毅宁的消息,乔婉宁经历了那件事后,被公司辞退了, 他自己也回到老家开了间工作室,但很快就破产了,在之后就没有他的消息了,而杨毅宁被乔婉抛弃后,找不到工作,只能自甘堕落地出卖色相,最后染病被富婆抛弃。 我摸着女儿的小啾啾,心里涌起一阵幸福感,走了,我们回家找妈妈。 我叫杨毅宁,我有个很爱我的女友,但在高考结束后,我抛弃了她选择出国,在我看来,她会一直爱着我的。 而我在国外深造完再回来找她,不过现实,跟我想的有些出入,乔婉宁居然找了个男友,但在我放出我在澳大利亚的消息后,她还是跑过来找我了,果然她忘不掉我。 我怜悯地看着被当成我的替身的男人,叫什么白来着,不重要,不过我的视线在他们两个脸上不断流转着。 跟乔婉宁在一起三年,我见过她热烈爱着我的样子,看着她的眼神,我意识到乔婉宁对那个男人动心了。 我拦住了乔婉宁,用苦肉剂挽留住了她,在她看不见的地方,我挑衅地冲那个男人挑挑眉,后来地震被困在地下,我也没怎么害怕,我相信乔婉宁会来救我的。 我向余白讲述了曾经乔婉宁对我做过的事,我的话像一把把刀子插入她的心,替身就要有替身的样子,别妄想不属于自己的东西,乔婉宁果然把我就出来了,我缠着她陪在我身边,我向身边的人讲述着我们的爱情故事。 我知道我旁边有个记者,乔婉宁还是去看了余白,这让我有些不爽,不过休养好后,我便离开了这里,我在国外并没有混得很好,无奈之下,我只能回国找乔婉宁帮忙。 她把我招进了公司,警告我不要再有什么小心思,我托朋友帮我弄了个癌症确诊单,我让乔婉宁陪我订了婚,我看见余白照了过来,我恶劣地拉走乔婉宁,白月光都回来了,配角自然也该让路了,但是事情渐渐脱离了我的控制,乔婉宁比我想的还要爱余白,我以为余白和她分手后,她就会重新爱上我。 可是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,骑车翻遍整座城市,我想安慰她,可乔婉宁一把推开我,让我滚,看着她生气的样子,我不敢停留,赶忙离开,再之后我被开除了,乔婉宁也没好到哪去,为了那与白落的个人才两空,没有人愿意要我,无奈我只好做起了皮肉生意,绝望时,我跑去找过她。 我乔婉宁,让她帮帮我,但她只是喝着酒,恶劣地嘲笑我咎由自取,我染上了脏病,被包养我的富婆踹了,我没有前治病,只能浑浑噩噩地倒在街头,等待死亡的将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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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